大家好,我是小宁 昨天咱们做了枣泥 今天用枣泥来做一个主食 好吃不胖,喜欢的可以试试 150克玉米面加150克开水烫一下 烫过的玉米面不发茶 放凉后加入一个鸡蛋,3克酵母,搅拌均匀 再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中等硬度的面团 揉光滑以后给它盖上醒发至两倍大 现在气温很高,40分钟就醒好了 给它拿出来揉搓排气 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干面粉 因为玉米面它是发黏的 再次揉光滑以后把它搓成长条 下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拿一个剂子再手心按扁 放上一粒枣泥 像这样包饺子一样给它包起来 口一定要收紧 然后给它搓成两边尖的这样的形状 锅底刷一些油 把做好的胚子放进去 二次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以后开始小火加热 几分钟以后底边有焦糊的时候 咱们给它加上一半高度的水 继续盖上盖子 小火大概加热需要15-20分钟 观察到没有大气的时候 说明水分就基本干了 这时候呢就熟了 这样做的主食呢底边有一点焦脆 里边有枣泥馅 特别的香甜 而且呢好吃不胖 我们拿一个看一下 非常的蓬松 打开以后呢中间是满满的枣泥 无论是玉米粉里还是馅里 都没有加过糖 所以非常的清甜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 我是小宁 明天见咯 好 Et out 好 好 感谢观看